我覺得其中一個都不是趣事來的 我覺得是幸運的 就是我們選擇了去布達佩斯那裡拍攝 其實去那裡除了那裡風景很漂亮很浪漫 因為接近這部劇的尾聲 很多比較浪漫的劇情就在布達佩斯發生 其實他們很想拍雪景 去到那邊我就先聽到他們說 原來一年只有一兩天下雪 我就說一年只有一兩天 我們只有一個星期 我說會不會真的撞到下雪 我說為什麼不找一個地方 真的會整個冬天都下雪 大家都很擔心它不會下雪 因為我們去到的時候每天都陽光普照 誰知我一說完這句話的第二天下雪 它真的只下那兩天 然後我們那兩天就是正正的拍大外景 一些橋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劇組真的太過幸運了 又被我們撞到它真的下雪那兩天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其實在那裡都有很多追逐和打的戲 所以其實在體力上 體力夾的天氣其實是很辛苦的 不單止我 每一個人 因為那裡是很熱很曬的日子 然後很多蚊 但是大家都 總之每一次去馬來西亞 就是很多的追逐打鬥場面 所以整個補打佩斯是偏向浪漫一點的 整個馬來西亞的拍攝就是艱苦一點 但是拍出來的效果很好看 跟Tree Lam就不是打多的 是追多的 因為說的 我開頭真的對它有很大的誤會 由外變到狠 所以我經常要追捕它 又不明白為什麼劇組安排 不是用車的追捕 是用跑 因為跑就會更加刺激 Tree Lam又很專業 完全不讓我 跑得激快 但是我亦都很貪美 又不肯除了我一雙很高跟的鞭子 所以跟Tree Lam的打鬥就是追捕 然後它經常都笑我 好像跑得很辛苦 因為它如果跑得很快 如果我不用五倍的力量去跑得快 在畫面上是不好看的 所以跟Tree Lam就是很辛苦的追逐的搏鬥 我跟Toby就是真的 我跟Tree Lam打得最多 他也很辛苦 他有一次試過跟我打 打到一隻手真的沒有誇張 是腫到那麼厚的 一塊紫了 瘀了 跟Tree Lam打得最多 跟Tree Lam打得最多 預備功夫 我們都帶了很多的 比如說護手和護腳 但是當你不斷打的時候 其實那些護身護腳護手都沒有用 你要魚的地方都是魚的 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 因為Madam 隔早就安排了我 天天帶著那個勞力士 你連了氣 就是之前那些紋氣 你連了那個勞力士 你去到打架那裡 你沒理由掉了那個勞力士 然後那隻錶不斷打 嘩 我的手 我的手腕是腫得很厲害 自此之後 我就會很留意 每一天的拍攝 之後會不會連了一些打鬥的氣 如果打鬥的氣 我的問題是一定要脫掉那隻錶 是打到我腫了一大塊 我自己腫了就算了 有時候我們有些 可能替身 他們都是腫了的 他們想脫掉那隻錶 不行但連了氣 所以以後就經一視障一致 就知道打架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再大錶 和勞力士 我想我自己是會喜歡 Chi Lam那條感情線的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就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其實當我們可以有機會發展的時候 他就選擇了讓愛 讓給他一個好兄弟 就是Sunny 黃陽明 是很偉大的 但一直都會守護著賈文山 但其實我又很可憐Sunny 因為雖然他在裏面 有很多集都做了一些錯的決定 看似是一個壞人 但其實他所有錯的決定 都是來自於 他對家人的愛 所以我覺得劇本寫得很好 就是 當一個人做壞人的時候 是為了家人做 劇情就會很糾結 這個複雜 我覺得傳統劇 甚至乎是他最可憐的 但是 很多東西都是他自己選的 所以 對 一個我就可憐他 另一個就覺得很專一 但我想最終我也是會選 Toby 謝謝 哈哈 哈哈